中秋連續假期第二天 万里无云的好天气 吸引不少民众出外打卡拍照 在花莲各大景点都陆续涌现人潮 绵延不断的排队人龙 让业者是笑开欢 排队排到一百多号 中秋连续假期加上国旅加持 花莲一上午就涌进了大批游客 想要吃到花莲玉里有名的臭豆腐 甚至要等上一个钟头 人潮都看不见镜头 不仅外投许多逃客排队 店内也坐买客人等候臭豆腐 业者手脚没停过 敢忙着备料出餐 你的号码排到几号 一百一车 比平常假日话 搞不好会多一成多 不只在地小吃 吉安祥庆丰村内 一处占地千坪的日式造景庭院 因为可以为鹿体验穿和服 成为新的网红打卡胜地 廉价期间也吸引了大批的网友超声 就是可以喂鹿啊 然后还可以穿和服 对 蛮有趣的 不过一样是位在东部 从台东复刚出发 往返蓝宇的游客 玩的可就没那么进行 请问一下你们什么时候来蓝宇的 昨天才来啊 来24个小时 才走到7晚了 你就被通知了 受梅花台风影响 11号屏东后壁湖往返蓝宇 台东复刚往返蓝宇的船班全数停航 岛上所有旅客都被通知要搭船提前返台 这些都候补了 要买船票回去走 开远港上挤满拖着大包小包行李的旅客 他们都是利用三天廉价来蓝宇 打算大玩特玩 没想到遇上台风搅局 海巡人员表示 在蓝宇的旅客约4440人 今天恐怕只有四个船班可开 预估仍有不少人会滞留蓝宇 好不容易判来的廉价 就这样因为台风而泡汤 民众满满无奈 全写在脸上 记者花莲综合报道